我的故乡有两条河 一条叫嘉陵江 另一条叫黄河 它处在两条河的交汇之处 这个奇妙的地理位置 注定了我们故乡人民的生活 会跟这两条河息息相关 在我的家乡 我们使用的大部分水 都来自于这两条河 但我知道 这两条河对我来说 意味着更多 沿江的路 沿江的路是我小时候上学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很享受每天沿江的路途 早晨可以看到江边的雾 晚上可以听到江水的流动 我家的阳台可以直接看到江 我记得我总是喜欢坐在阳台上 看阳光下江波波波淋淋的样子 我感到很放松 后来我搬家了 离开了江边 但我知道 我的生活依然与它息息相关 江水养育了我 它也带给了我幸福和快乐 我会跟着江水养育了 我会感到的 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 会继续 这样子 会继续 我会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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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